各位听众、观众、早晨 欢迎收听、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 今早早我们先和大家谈一个经济话题 美国联储局结束了议色会议 决定减息半离 今次也是联储局四年半以来首次减息 会后的声明指出 美国的职位增长减慢 通胀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 但进一步迈向联储局2%的目标 不过公开市场委员会就有更大信心 是达展就业和通胀目标所面对的风险大致平衡 委员会就以11票对1票通过减息0.5厘 这次美国减息的幅度对于香港的经济 特别是楼市会有什么影响呢 而香港又会不会跟从美国的减息步伐 跟足去减呢 这个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电话号码172311 大家对于未来的楼市和香港的经济 有什么看法呢 都欢迎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电话旁边我们又请来 就是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的 副教授麦瑞才 麦瑞才早晨 早晨 谭天平 不如我们先讲讲意识的结果 今次是联储局四年半以来首次减息 而减息幅度更加是半年 其实如果我们看回 除了新冠疫情期间紧急减息半厘之外 联储局对上一次减息半厘 应该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你怎么看今次的减息幅度 最后不是减0.25 而是落密了0.5 今次减息是一个重大的措施 原因就是说 你看回美国过去这几十年利率的升跌 今次应该是第六次 就是一个较为一个减息潮开始 一个减息潮开始 就是说那个利率已经由高位开始回落 可能是大家在金融市场也好 或者是个人 企业他们借贷也好 预期未来的利率就有机会会再一步回落 那个高位就已经是见得到的了 而这个减息潮的开始就可能就会改变了 无论是消费者或是投资者 它对于那个息率的预期 对于投资者来说 当然你是做投资 你是借钱的话 你的利息成本会低了 如果是你利息低了的话 有可能你会将一些资金 由你普通的银行户口 存款户口就会转为一些风险资产的 这个就会令到资产价格 就会有一些改变 对于比如说刚才主持提及过的 在那个楼市方面的 那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如果是那个利息 由高位开始回落 而这个趋势 会持续一段的时间 当然是对于一些利率敏感的资产 就会有一些正面的帮助的 但是大家就不要看得太快的 就是说每一减息 那个资产市场就会全部改变 而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给市场去消化一下相关的讯息 还有要看回整体其他的经济状况 不如我们今次先讲一讲 就是联署局他的决定先 看回今次是11票对1票通过的 有一个的反对票 也是2022年6月以来 首次出现了一个的反对票 其实你怎么看 他们的会议这个反对票的意味 我想如果全票 比如说12个委员 全部都是赞成这个减息 而大家赞成那个减息幅度 都是一次的话 就是一个所谓的共识 就是说相关的人士 就会觉得美国的经济 是需要较大幅度减息去维持 如果你再留意一下 在美国它是不是减息呢 他们都有一定的准则 以往定立的准则就是说 当那个通胀率是去到2%或2% 就是说对于那个通胀威胁 就相当没有那么大 那个利率就有机会去调整 而第二个去调整就是说 是不是美国是需要有一个较低的利率 是维持就业的情况呢 那现在美国的失业率 都去到4%了 它不是说很高 但是其实都不是说太低 而在过去一段的时间 就看回其他美国经济数据 都是很混合的 但是就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美国经济 有没有机会是货门呢 失业率有没有机会去提升呢 如果是有的话 这样那个利率的调整就变得是有一定的需要 而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现在美国的国债 那个负担就超过35万亿的美金了 那如果是计算是一个 之前那个联邦机长利率 是这个5厘2、5厘半的话呢 那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发债的成本就越来越贵 那早前就是美国已经公布了一些数据了 现在美国每年那个债务的开支 就是只是给利息 都已经是超过一万亿的了 那是什么概念呢 它就已经是超过了美国军费的总额 那换句话说 是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所以在这些角度 无论是在美债那个利息付出的角度 在这个失业率的有机会潜在上升的角度 它减息就变得是迫切性 那只不过就说是不是传票 但是你是真是11比1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比率的 那就是代表在这个委员方面呢 他们都是觉得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减息的需要 因为市场一直都是在0.25厘和0.5厘之间 做一个的预测 那在会前呢 市场就预计是减0.5厘的比例就占了大多数 那但是呢 在这次来说呢 其实今年还有两次的议息会议的 下一次的会议就是11月7号 即是美国总统选举之后的 那这次减息叛利这个的决定呢 会不会是考虑到总统选举的时间呢 我想这个是其他一个的考量 但是呢 如果是先说 如果是联储局那个政策是较为中立的话 应该他们加减息是应该是独立的 不应该考虑到其他的政治因素的 但是当然啦 实际的操作呢 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一般来的说法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大选前去减息的话呢 可能有利这个民主党的 但是呢 如果你反过来 如果你是不减息 甚至加息的话呢 就可能有利共和党的 但是呢 如果联储局那个政策 是真是独立于那个政治的话呢 它加息或者是减息呢 应该是看回美国的经济状况 而因为联储局的议释 一年是有8次的议息的 而一早那个议息的日期呢 是一早定定了 所以在今次9月议息之后呢 另外两次就会有11月和12月 那由9月到11月的 其实相差都是两个月的嘛 而期间美国的经济状况 那些数据呢 也都可能是有一些重大的变化 那考虑到一些潜在的风险的考量呢 我想呢就是联储局它在这段时间 加息的幅度大一点呢 是可以了解的 而第二点呢就是说 因为刚才我说过 今次的减息呢 是在四年多之内呢 是第一次减息的而已 也是在这个二年呢 美国加息潮由零息 加到五厘二五厘半这个水平呢 开始第一次减 那所以呢是一个周期性的下跌的 那如果周期性的削減的话呢 他希望那个的措施 有一定的改变市场的预期的话呢 他的那个减息幅度大一点呢 都是一些的策略来的 那我们看回呢 美国呢在1989年以来的 六次的减息周期呢 其实联储局呢 就是有两次呢 是成功避免了一个经济滑波的 那你怎么看今次的情况呢 美国那个就业市场 特别是过去那个经济前景 你自己的预筹是怎样的 是否能够成功走出一个经济滑波呢 都是现在已上早的 因为当你减了息之后呢 在过去那两年 因为美国的短期之内的 加息的幅度比较上大 那所以在世界各地的 不同的一些的热线呢 其实都走了去美元区的 那当美国开始减息的话呢 会有一个的作用 作用呢就可能呢 令到美元呢 就会是开始就会转弱点 相对其他货币 那我说话说呢 有部分的热线呢 就可能呢就会从美国呢 就会是转去其他的市场 那这个的资金的转移呢 会令到不同市场 那些资产的价格呢 会重新变动 重新分配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当你是减了息 那当然美国的企业 他们借贷方面 那个成本会便宜了 是有利于他们的 那个的營運呢 那但是 那个核心的问题 美国为什么要开始减息呢 就因为觉得 那个美国经济是有机会放缓的嘛 那所以呢就要看一下 那个的市场 再一步发展 那还有现在环球呢 充斥着很多的 不明朗的因素 特别是呢 就是两场的重要战争 就是现在澳湖战争在进行着 尔巴战争在进行着 那美国呢 也都是需要牵涉到 大量的的费用的 特别是在那个军费方面的 那这些会不会是 都是影响到美国的整体 那个的经济 那个状况呢 那就值得大家要是考量了 那所以如果是美国经济很强的时候 他就没有需要 是那么急于去减息 但是呢 如果是美国经济转弱 他才减息 那所以那个转弱的速度会快点呢 还是减息 对着美国经济那个 所谓的的支撑 会是快点呢 那要是看回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 那刚才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就是见传媒的时候 他就说就是 市场预期的减息周期是开始的 那我们呢 都是会很审慎 那他也都说呢 联储局的讨论 都是很审慎的 他说呢 联回之下就可以预期香港的利率走势 大致的方向都是和美国相近 不过呢 香港的调整幅度和速度呢 也都要看香港的资金走向和市场情况 不会逆步逆趋 他也都指出就是上次加息呢 香港都不是跟足的 那他也都说呢 就是减息是有助本港的企业减压 也都会有利资金市场是会正面的 不过呢 也都提醒地缘政治是需要小心的 你认为香港的息口会是怎样调整呢 首先呢 大家说的息口呢 都有几个不同的利率的 就是简单来说呢 有三个我们要注意的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这个金管局的贴言枪呢 那就是银行民的金管局 如果是要融资的话 究竟那个利率多高 通常呢 贴言枪的利率呢 就会跟回这个联储局 他们那个的 即联邦基金利率的 那所以呢 就美国输了减息半厘呢 那其实香港今天呢 都已经是立刻 那个贴言枪的利率呢 已经是减了半厘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加为贴近 美国联储局的联邦基金利率的走势 那就是我们的银行体里面的最优位利率 那其实最优位利率 不是最优位利率 是这个high bar 就是这个 银行结算 是这个刷息 而通常我们来看那个银行刷息 大家会是较为关注 可能一个月的high bar 那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大部分on的利率 都是h on的 那可能是一般来说 h加1.3厘呢 就是较为现在是近期的那个利率 那如果你看回这个high bar 这个这样的银行刷息呢 一个月的刷息呢 其实是过去这两三个星期呢 都已经一定的下降 大家都预期了呢 那个市场会是 是美国的机会是减息的 那现在是在昨天呢 那那个high bar 一个月呢 是大约是3.7厘做的 那已经是最近现在美国 你减了息那个联邦机准利率 是4厘多的水平的了 那而第三个呢 就是那个变动不是说是很频密 也那个变动的幅度呢 未必是跟随美国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银行里面 是借贷那个最优惠利率 但是你要明白呢 香港最优惠利率呢 就不是单一的 是在不同银行呢 那个最优惠利率呢 都会有一定的差异的 而他们是不是减呢 或是根据不同银行的头寸呢 究竟是松动还是紧呢 而是去决定了 那简单来说呢 可能是稍后时间呢 就是香港一些的银行 就可能要决定了 究竟呢 他银行的头寸 究竟是不是松动呢 如果松动就可以是不减 甚至是减也好 都是减少一些 但是如果他觉得很松动的 他有可能是完全不会变动了 正如上一次我们那个 的加息周期里面 那美国加 香港不一定跟着加的原因 好啊 麻烦你麦瑞才的 刚才就是香港社会大学 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的 副教授麦瑞才 讲到楼市的影响 现在我们就请来 经络案揭转界 首席副总裁曹德明的 曹德明你好 早晨 早晨 大家好 你好 曹德你好 早晨 我们先讲讲那个 息口的问题 其实你预计 美国减息是半离了 香港的走势会是怎样的 其实拆息反映了的 拆息刚刚就有位嘉宾说过了 现在是3.7%了 证明市场上的资金需求 和银行秩序都比较正面 因为现在实际上的 那些税率会不会减少 机会小一点 但是他也看回整体的经济 因为鲁尔尔也说了 其实他也在看收势 那其实那些钱呢 其实我们都是两边走的 因为其实在国内那些资金 都是相对是够充裕一些 那也是 息口都在向下 那其实我们看不同银行的 手头那个 那些看法 那或者有机会是轻微调整 0.25都不奇怪的 那因为现在实际上那个 刷拾工工仲 其实工仲都是大概4厘9 5厘之间 同时来一所大约是 剩下了5至5 那他减了0.5 其实和现在工仲的位置 还差很少 那其实现在要重看银行那个 那个决定 当然对楼市就反而正面一点 因为楼市其实有些 我们看到是 在二州成交減了之後 其實有些成交的價格 其實放租就要到4厘左右 但是譬如我們剛才也有提過 現在H1的息口 近月都是逐步下降的 其實你預計對於樓市的影響 會是何時出現 它信心問題其實隨時都可以變動 其實最重要是反映到 現在二元街店公安樓的一般大眾 其實它會有機會是 稍後反映向下 可能下期它會有機會先向下 享受到的 最優惠例如說P 如果是有銀行肯減大一步 將減息收期是開始了先 其實對整體來說都是相對正面 但P案你估計其實 銀行會是搶客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因為其實近來樓市都是相對比較疲弱的 那你估計他們會採取什麼措施呢 你估計 因為之前本身那個樓價都是在回軟 其實近來都看到成交都好像是好一點點的 集中指數是之前不是很尷尬 現在減了多一點點 看到是成交的 在近這兩天都看到一些法治商都相對積極一些 其實大家都在看那個減息周期是開始了 不過周期是開始了之後 其實理論上它不會這麼快是轉了的 當然美國聯儲局那邊 我想它這次沒有標減到很低 去到之前零 零點二五那樣 我想它的目標一估計大概是三里以下阻禁 等於明年來講還是繼續有機會減息 如果在那個投資回報是在四里阻禁 其實買到 其實現在來說都相對是正面 你剛才說到美國的減息 其實現在預計它今年會繼續減 另外也都有一些資料顯示 其實它會是去到明年和2026年 都是會繼續減的 這個又會怎樣影響著香港的 特別是扭岸的利率走勢呢 扭岸其實它會持續反復會向下 我們看起來是樂觀點的 其實最優位利率可能會減得慢點的 但是在那個減息裏面有機會是反彈完之後 可能會向下 其實理論上對於公樓人士是正面的 另外就是你看回 其實在猜股署7月份的數字 私人物業的市場的回報率 都是大概介乎2.3%到3.6% 其實你估計那個利率要跌到一個什麼的水平 才會對於整個樓市有一個支持的作用呢 如果是那個減息說 如果減息我們看如果跌低了2.5% 其實理論上就已經開始是正面一點的 最優惠利率我們估計有機會是跌到可能 去到最低可能去回5.3% 其實在每一個公款裏面 其實已經是省了大概5.9% 其實這些其實同一個樓價反覆 我們在觀望中其實是同步的 變相如果它真的有一個信息 是一路慢慢慢慢向下減到5.9% 其實對樓市的支持可能會更加大 好 麻煩曹德明的 麻煩了 接下來跟大家說說一個紋身的議題 就是關於葵涌醫院 葵涌醫院的續戶病房的暖氣槽 以及10張病床都是發現有藏室的 有4名病人就遭到叮咬 現在葵涌醫院就說很關注這次的事件 是極度關注事件 也都已經為那4個病人提供治療 也都會安排專業的滅蟲承辦商去處理 以及會調查藏室的繁殖源頭 這次事件其實都不是葵涌醫院 第一次發現有藏室的 如果我們看看資料 就是今年的元旦日 也都在成人精神科的男病房的病格 發現藏室 當時就是懷疑 和病人家屬帶來的衣服 和個人物品是有關的 病格當時也經過一個徹底的清潔和滅蟲 但是這次又再現藏室 暫時源頭未知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看醫院的衛生情況呢 電話號碼18723日藏室的問題 其實現在除了香港的葵涌醫院發現度之外 可能在一些 譬如特別是一些劏房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區域 以往都可能比較常發現 是屋內有藏室的 到底我們怎麼看藏室在香港的情況呢 可以打來18723日和我們聊一下 而電話旁邊我們請來一位嘉賓 就是立法會的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凱欣的 陳凱欣你好 早晨 早晨 陳彥平 早晨 各位觀眾聽眾 怎麼看今次的事件 我很希望這個是個別事件 但是就正如你所說 我覺得最不理想的地方 就是今年的一月 已經曾經葵涌醫院 是發生過有藏室事件 那現在又再次有這個事件 而且地方範圍 涉及比較大一點 因為起碼十張病床和那個暖氣槽 所以我覺得最不理想就是再次發生 因為如果你說第一次發生 可能或者有機會是病人的衣物 或者家屬帶來的物品有藏室 但是現在看今次事件 它十張病床和暖氣槽都有 其實就是說不是近期短時間發生的 它都要藏室都要一段時間的繁殖 而且去到十張病床那個範圍都挺大 我想要從多方面去看 第一就是好像你剛才所說 其實去年一月發生的時候 是一次例行的檢查裏面發現的 我看回他們那個回應 今天一月 今天一月元旦 今天一月發生的那個 他們是有一個例行檢查 在床隔道發現 那時候就沒有蔓延到其他的病床 就在那個床隔道發現的 而且有履行檢查的 為什麼今次去到十張床 是有病人咬到了 痕了 那他們發現 咦 另外還有病人都是這樣 那所以第一就是 究竟他們的例行檢查做得成怎樣 第二就是其實經歷過 今年一月發生過 也都懷疑過有病人家屬 可能帶了一些衣物之後 其實院方有沒有就算上次的經驗 吸取教訓 在之後處理病人的衣物 或者在清潔的時候 特別留意床室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曾經發生過 有這樣的經驗 第三就是 他們平時的清潔 因為我想我和其他的聽眾 觀眾的感覺都是 醫院應該是一個相對環境清潔 乾淨 定期去消毒的地方 那也都會不會病房 可能有一定的難度 他們的清潔 那個方法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那個病房 那個擠迫的情況 都是經常出現的 而聽到那些床室的專家都說 要60度以上的高溫 才滅到床室 那會不會是在清潔那裡 他們只是一般 用消毒藥水拖地 就這樣洗床單 會不會是難以用一個蒸氣 可以蒸到病房 可以那些罵位都做到 會不會都有這個困難呢 這樣 這個我覺得是值得去討論的 因為正正你剛才所說 我們很多可能 或者和病人的家屬 有機會住的住屋環境 不是那麼理想 有機會可能帶到醫院 不過陳可英 其實你了解 到底醫院日常 一般清潔的程序是怎樣的 因為這次大家比較關注 他是在有病人被叮咬 其實他們平時譬如 無論是床單等等 究竟是多久會換一次呢 還有另外一個 我想都比較令人關注的 就是在一個已經是封閉了的暖氣槽裡面 都發現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就是覺得 那個清潔應該就不是那麼理想 尤其是可能已經封閉了一個暖氣槽 可能他們覺得沒有問題 也都沒有檢查 因為那個已經封閉了 有這個床室的資深 但是正常 為什麼床室會跳到上去那個暖氣槽那裡呢 而且暖氣槽也都沒有任何 被它餵食吸血的地方 這個一定是要醫管局自己去調查 至於你說 清洗床單 病人的衣物一定是定期去消毒的 也都是交託給清潔公司去做的 如果你說太久沒有清潔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時間 去清洗床單和衣物 因為太久去清潔 對那個病人的衛生環境是絕對沒有幫助 但是那個清潔的方法 譬如是不是一個這麼高溫去消毒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另外就是當有外帶的衣物來到的時候 有沒有做一個檢查呢 看一月他們回應傳媒的時候 就是懷疑是外帶的衣物的 好了根據上次的經驗 有沒有懷疑以後外帶的衣物 可能都有一個初步的檢查 如果你說醫護人手都比較緊絕 做不到這個工作 但是我相信平時換床單 清洗消毒或者是清潔的姐姐 在病房那裡有沒有提醒他們多加留意 會不會有床室的衝現呢 因為這次不是一張病床 是說十張病床 為什麼會有病人叮咬投訴的時候才發現 但是今年1月1日的時候 他們在一個例行巡查的時候 又發現到呢 我想這個真的要認真處理 因為為什麼呢 感覺上醫院應該是一個很乾淨清潔 消毒做足的環境 有床室的新聞出來 我覺得是相當不理想的 而且病人也都是出現了影響 雖然你說沒有一個有大事的 對身體有很嚴重的影響 但是皮膚專家說 如果你忍不住拗損了 有機會皮膚發炎 也都萬一嚴重些 有機會細菌感染的話 其實在醫院裏面自己發生這件事 我覺得真的要高度認真去看 為什麼會有第二次事件發生 三機旁邊的聽眾朋友 或者電視機旁邊的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 是關於這個床室問題 都可以打電話來 1872311 17231 講一講你的看法 陳凱欣 其實我想問 根據你所了解 醫院裏面有沒有 或者醫管局 有沒有什麼指引 是如何處理床室的問題 不如我們看看 他剛剛1月那次 他其實都有指引 1月1日那次去例行檢查 就像剛才所說 一個男病人的病格 發現了床室 其實當時 院方已經是有一個指引 就是要獨立去處理床室 而且他們那些衣物床單 也都特別用黑色的膠袋 封好了 然後拿去給這個結證公司去消毒清洗 我相信這次事件之後 他們也都會用同樣的方法 譬如床褥枕頭 全部都要再做一個深層清潔 但是深層清潔之後 沒有了之後 怎樣去預防再發生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說有個源頭 咦 為什麼那個暖氣槽那裏 封閉了暖氣槽 那裏會不會是一個源頭呢 我希望床室是外帶的機會是高些 因為如果你說病房裏面 自己是滋身了床室 那這個就比外帶的更加不理想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一定要請滅蟲公司 定期再去消毒和滅蟲 至於醫院管理局 對個別醫院自己 多久去做一次深層消毒 和找滅蟲公司 這個就是找回醫管局 才可以提供到相關的內容 因為平時他們都有滅蟲的工作去進行 那所以這個就要看 需要不需要再加密 或者因應某些的病房 要再做一些蒸氣的消毒 因為滅蟲專家都說 即是60度至100度 其實用蒸氣的話 是可以鑽窿鑽窿 那些蒸氣進去一些隙間 都可以做到滅蟲的工作 但是大家知道病房不同 一個普通的家 你說突然停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輪著去做呢 譬如今天A病房 我們可能將騰空病房 做一個蒸氣的消毒 深層的滅蟲 因為其實滅蟲的劑 都有機會影響病人 所以我想醫院要處理病人 也都要做到深層消毒 他們是有一定難度 但是是否做不到呢 我覺得不是的 好像剛才說 可不可以病房輪流去做呢 針對事件 然後之後怎樣預防 譬如提醒家屬 或者貼出告示 如果拿來的衣物 一定要經過高溫消毒之後 剛才可以拿入病房 可以不可以呢 這些我覺得他們 應該通通都要去想 最後真的想問 你認為這次事件 有沒有機會牽涉到一些管理問題 除了你剛才說外流物品 等等要加強檢查之外 醫院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你認為應該要採取去應對藏色的問題 這個問得非常好 其實醫院經常都發生 有些不同的情況 其實葵聰醫院都幾多 即今次是第二次事件 其實以往都試過其他的問題 譬如嵌天花或者一些雜彩的感染 我想在管理上 因應曾經發生過的事件 更加應該要提高警覺 例如他們今年一月試過 其實他們的基本例行巡查 為什麼發現不到呢 究竟為什麼十張病床 萬一到十張病床 他們才知道呢 那是不是在例行巡查上 管理上有不足呢 我相信這個是有 一定有空間去改善 即你沒理由十張病床有 你都發現不到的 你究竟對上一次檢查是什麼時候 為什麼一月一張病床 一個病隔一個病隔 你發現到 今次十張病床 你都發現不到呢 我覺得這個在管理上 我想遠方一定要看清楚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覺得管理上 絕對有很大空間去改善 好 多謝你 陳凱欣談到這裡 陳凱欣是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接著我們又由病人的角度 去討論一下今次的事件 當然大家對於今次的事件 有什麼看法 又或者你對於我們剛才說到 美國的減息 對於香港的經濟和香港的樓市 有什麼影響 有意見想發表 都要打電話來 1872311 1872311 現在的電話旁邊 我們請來就是社區組織協會的幹事 阮淑欣在這裡 阮淑欣你好 早晨 主持你好 早晨 我們不如先說一下 今次的事件 就是有十張病床都發現藏室 其實用一個病人的權益的角度去看 你認為事件反映了一個什麼問題 我們都很意外 去到這個情況才被發現 其實因為床室那個問題 我們理解一般應該是很快可以察覺得到 因為住院的病人 甚至乎可能工作人員 都有機會會知道 很快他們會覺得身體很不舒服 甚至乎其實會影響他們休息睡眠 所以我也會想 究竟在醫院裡面 其實有沒有一些安心的途徑 可以讓病人有意見的時候 可以去反映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有一些精神科的病人 他們住在這些這麼閉嘴的病房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會擔心 如果被意見或者是投訴 會被視為他的精神狀態變差 會影響了他的藥會不會增加 或者是入院接受治療的時間會加長 他們有很多這些無形的壓力 會令到他不敢去出聲 我們覺得都醫院一方面去檢討 剛才都同意議員說 其實他的例行檢查究竟做得足不足夠 為什麼會一月的時候發現了 但是現在再次出現有更加嚴重的情況 但另一個我們都會看 其實在住院的病人 他有沒有機會可以反映到這些問題 因為如果他有機會反映 我相信是可以早些去治療和處理 其實以你了解 或者你過往的工作 有沒有收過一些相關的 葵涌醫院的病人 或者病人家屬的投訴 或者不是葵涌醫院 其他的醫院是關於這些藏室的清潔問題 有沒有收過相關的一些意見 他們有說整體住院的情況 無論硬件和軟件都覺得有改善的地方 這些硬件和軟件就是整體的環境 低迫衛生或者甚至乎可能有些物品 他們其實不是很足夠 這些都會影響到病人住院的經歷 這個都會影響他們 將來如果再有需要的時候 會不會願意去說回自己的情況 和入境接受治療 軟件就是說人手的配置足不足夠 這些其實都是環環相扣影響著 因為人手很緊張 其實有很多事情 他們的對待或者照顧 其實都會有影響 更加影響到他們 這些已經可能在病房裡面 相對來說 可能他們起初沒有爆發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相對少問題 可能就會不說 所以我相信都會有一定的情況 他們覺得真的很難以忍受 才會去反應 仍然與遇到一個相對比較大膽的病人 會出聲 或者家人去願意去幫忙出聲 如果按照你剛才這樣說 特別是在葵聰醫院 這些專門的醫院 可能會因為病人的細藥而有些事 他們未必會察覺到 這個就要靠醫護人員自己的警覺性 是嗎 一來醫護人員的警覺性 剛才議員說他們 行常的清潔做得足不足夠 檢查做得足不足夠 還有會不會有途徑 是讓病人和家屬可以安心去反映意見 因為他們其實在裏面比較長時間住 他是第一身 其實一定是有機會 是會快些知道的情況 是 另外就是如果我們看回 在今年元旦 葵聰醫院也都曾經發現到有床室的 當時他們就說 在一個例行檢查裏面 一個成人精神科男病房的病格 的例行檢查的時候 有一個長期住院的男病人的個人物品和病床之中 就發現藏室 就是懷疑和病人家屬帶來的衣物和個人物品有關 你認為在那次事件之後 其實葵聰醫院應該 或者你知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採取到 什麼措施去檢查這些外來物品呢 還有就是如果去加強檢查這些外來物品的時候 又怎樣可以足夠去照顧病人的感受 因為剛才聽到議員說 他們當時的指引就是主要處理有床室的病床 以及那位適時病人的那個人物品 我相信都未必足夠 因為大家都知道床室或這些失患的問題 其實是會有機會蔓延到附近其他地方 也都有一些如果嚴重的情況 它那個滅室的清潔是應該不止一次的 所以如果還有一些後續的跟進或者改善 我們如果參考其實有一些社區裏面有一些宿舍 其實以往都曾經出現過一些失患的問題 他們的處理方法就會是入住的人 如果帶自己一些外來的衣物 他們會幫他做消毒清潔一次先的 去避免再出現類似的情況 這個我覺得醫院都可以參考 因為它本身那些醫物 病人穿的醫物其實它都定期要做這些清潔 都不會是一個很大額外的工作 你建議其他的醫院 會不會都需要採取一些措施去預防有床室的問題 剛才說回如果再有病人帶外來的衣物 會不會都有多一重清潔消毒的工作 還有在例行檢查上 會不會都做密些和嚴謹一些 即是不限於攜充醫院的 也都包括其他醫院 你認為都應該要做這些相關措施 因為例行檢查其實應該其他醫院都有 如果一個醫院出現問題 其他醫院都值得去檢討一下 避免類似的情況發生 因為這些說神科的病房 都是一些這麼敗息的病房 其實病人是不能選擇 要長期逗留在裡面 所以都值得去跟進密的情況 會影響到他們在病房裡的康復 好 謝謝你 阮淑欣是社區組織協會的幹事 待會兒報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